烏克蘭新議會開始上個月選舉以來的第一次會議 而大部分烏克蘭的選民都投票支持親西方的黨派 在450名議員當中有近三分之二投票支持亞彩紐克繼續擔任烏克蘭總理 波羅辛科總統和議會新成立的五黨聯盟 也都贊成亞彩紐克再任一屆烏克蘭總理 烏克蘭議會大樓外面戒備森嚴 活動人士高舉烏克蘭國旗和廣告板 上面寫著不要說要行動和不要保證要行動